儿童保护议题宣导非常重要 玉璃分局在前往花莲南区三个乡镇 实施交通安全及妇幼宣导 为孩子们说明大行车死角 如何安全两段式开车门 还有电动自行车 同时还提醒孩子们容易忽略 如何安全过马路 及如何防止性侵害及家庭暴力 儿童保护议题的宣导非常重要 玉璃分局交通组承办人钟晓明 行政组家房官林文雄 前往花莲南区的三个乡镇 实施交通安全以及妇幼宣导 为学子们说明大行车的死角 以及如何安全两段式开车门 电动自行车 并且也宣导学子们容易忽略 如何安全过马路 以及如何防止性侵害以及家庭暴力 来提升学子们对交通常识的认知 来强化人身安全保护等等的观念 宣导当中特别归纳各类的大型车 机车以及行人车祸类型的影像 并且也结合了卡通短片 将交通安全观念伸直在学子们的心中 进一步将交通安全的观念落实 到实际生活领域当中 共同来为交通安全带来更多正面的影响力 官局长说交通安全以及妇幼安全 两者都是警政的重点工作 透过常态性宣导 潜移默化同学们进而影响的每一个家庭 期盼同学们从小养成遵守交通规则 以及尊重他人身体 平平安安健康的长大 成为国家栋梁 记者高松松预政采访报道